因為我得罪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每一個我可能講過的人都有嫌疑 包括旁邊的僑星也有可能 我想喔 第一個首先呢 我們要來嚴厲的譴責暴力 不管你今天喜歡不喜歡成疑 那是你個人的自由 但再怎麼樣都不能動手 尤其呢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個事發的地點 其實旁邊我們看到是消防局 那那裡過去呢 有一個舊的分局 所以那裡有一個小小的 基本上我們一般說警衛庭 所以在那個路段裡面呢 見警率是非常高的 甚至當時的見警率的提升 還是我做議員的時候去爭取的 那他是在大馬路上面 所以人潮也非常的多 所以可以看到事發的時候有好心的路人立刻出來保護 就是因為他是在大馬路上 在消防隊的旁邊 見警率極高的地方 台北市的街頭 竟然出現這樣子的一個犯罪情況 事後辨稱是認不對人 但是陳怡剛才說的很清楚了 他實際上面我們從影片來看 他個人的經歷來看 比較像是他就是知道 陳怡是誰 那到底他是受了何人的指使 要做出這樣子暴力的行為 我認為警方應該盡速的去做調查 那當我們的社會變成是 濫用利用一些年輕人 在當街就出現這樣子暴力行為 而且針對呢 越來越多是網路上面 社群媒體的網紅 有進行這樣子的暴力行為的時候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到底在哪裡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我們的掃黑的問題 黑幫涉入了所謂的社群網路 這一塊 我們的政府處理的進度到哪裡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看到這樣子的事件 非常的不可思議 如果在台北的街頭上面 見景率這麼高的地方 都能夠有人故意認錯 但實際上是針對而來 產生這樣子的商人行動 那我想呢 我們的整個警政機關 真的是有非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更重要的是 今天他背後的指使的人是誰 是不是我們在警方這裡 可以盡快的查明真相 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每一個公民 都應該在社會上面 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當這些暴力犯罪分子 越來越大喇喇的 在街頭上打人的時候 他製造的是有多少的 年輕朋友也好 學生也好 那個地方是很著名的學區 我在上個月還針對這個校園的安全事件 還到學校附近又請警察要增強巡邏 某一個知名的國小 國中就都在那個附近 那我們都已經增加這麼多的警力 來協助保護校園安全的同時 在周邊竟然還有這麼大啦啦的犯罪行為 我們就覺得非常的離譜 所以我想今天 因為在我的選區喔 所以特別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個選區的一般的情況 那我想呢 最後補充一點 就是說今天我們出來一起譴責暴力這件事情 我想是有意義的 呃 陳怡過去在網路上面 對我的言論他也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 也針對我做過非常多的批評 但這並不阻礙於我站出來保護任何一個公民 哪怕是罵過我的人 他享有安全自由 所以我也要呼籲網路上面的很多的網友跟民眾 請不要再對受害者進行言論的加害 我再強調一次 不管你喜不喜歡陳怡這個網紅 喜不喜歡陳怡這個人 當他遭受到暴力的對待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要一起站出來 譴責暴力 而且要找尋真相 找到背後真正的主持者 所以哪怕是過去他對我有所指教 有所批評 今天我也認為應該要站出來 站在他的身邊 因為每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都應該在我們的政府體制之下 享有安全 享有不被害 不被打 不受傷的自由 謝謝大家 因為我得罪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每一個我可能講過的人都有嫌疑 包括旁邊的僑星也有可能 我不得不承認 確實非常的害怕 因為他們這一次對我做出這樣子的毆打行為 還好有兩個不承認的路人經過 不然的話我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下一次再出現 我不知道他們還會對我做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我真的有認真的在思考這個問題 可是我有想 如果因為這樣子我就閉嘴了 是不是告訴這些人 暴力是有用的 我們都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 就是因為這樣我今天才要站出來開這場記者會 因為我想要向暴力宣戰 我認為暴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我們永遠拒絕暴力 沒有要找館長來 但是我有聯繫館長 然後也有聯繫其他的網紅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出來譴責暴力 因為今天我們陸陸續續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下一個出事的會是誰 我的這個案子 那個兇手也是五萬塊就找保了 因為很擔心家人的人生安全 畢竟我在警局做筆錄的當下 我第一時間我是立刻聯絡我媽 跟她說我發生這件事情 叫她禁除小心 因為我很害怕 下一個她動手的對象會是我的家人